南野环岛公路旁停着一台全毁的机车 原因是在上班的途中 与另一台要走转的汽车发生擦撞 擦撞后撞向违规停在路边 无牌修理车底盘 造成龙头全毁 摩托车主多处磋伤 等要做转弯的时候就看到死角 然后就没有看到对方来车这样子 就是刚好是有一个车挡住在那边 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对象的车机 而这条三叉道路就会在南野卫生所 道路边可以看到一排都停放待修或报废的汽车 在弯处停放的五排小货车 遮住了对象人车的视线 有主人质疑 就是因为修车厂随意违规停放车辆 造成车祸事故主因 因为这台车是有人的 虽然是没有大牌 但是它是那个 刚刚我有看到那一家什么阿果修理车厂的 那个阿果那个老板在 想要把它移开 那我就赶快制止它 因为这台车 占用道路 经常占用道路 会造成车祸至少有两三件 南野汽机车日益计真 光机车数量一估有千辆左右 而汽车也有近三百台 逼到光光旺季 车祸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主任情况工部门 落实道路安全相关规定 加强管制取缔 游戏新闻相关的单身台东南语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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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